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很多说这个是光绪 这个是光绪 这个是光绪 但都不是 真正光绪唯一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照片 竟然是这个模糊不清 而且就是因为他是模糊不清 才没有被毁灭掉 对 宝洁 你知道 光绪过世之前二十年 照相已经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 所以这二十年 不管你太监公 你慈禧 德林公主 大家都拍了一堆都留下来了 光绪没有一张照片留下来 而且我们就觉得以前你说康熙 雍正 乾隆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 可是那时候有画像 你要么就留画像 你要么就留照片 光绪是什么都没有 对 所以这张照片特别珍贵 这张照片是光绪跟慈禧太后西桃的时候 回到紫禁城 这个叫他正在下轿的这一个人 这个是光绪 这一眼镜头拍所以还是看不清楚 光绪到底长怎么样 那你知道在网路上其实流传了很多刚才讲的 通常你在包括高中教科书 以前用这张照片 错掉 用这张 这张是画像 这张不是照片 但是很想说这个也不是光绪本人 对 因为没有人看过嘛 所以画的像不像也没有人知道 那其他这个根本不用讲 这个考证出来 这个都是其他亲王 根本不是 这个后来讨论最多是这个小孩说 那这个是光绪小时候照照了一张照片 就后来打枪了 因为这个照相技术刚才讲 是光绪差不多光绪十四年 十五年以后才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 这个三四岁的时候 光绪三四岁还没有照照相机 还没进来 所以也不可能 所以全部都打枪 也有光绪变成一个最神秘的人物 他的尊容 他的长相长什么样子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但是光绪没有拍过照吗 光绪没有画过像吗 为什么关于光绪的一切 全部都被毁灭掉了 那为什么他照片会不在 太监都有 公尼都有 为什么他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他慈禧 他一生生死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上 包括他死后 他死后因为慈禧要他死了 希望这个人就从这个地球上抹去 所以把他所有的 有关他的档案 他的那个照片 人烧了就烧 人毁了就毁 所以他照片到现在一张都没有 所以说不但是他的照片都没有了 他的很多的资料都没有了 对 慈禧也怎么那么狠 对 所以你知道 我们讲说光绪他其实是满清 满清所有里面最悲情 最凄惨的一个皇帝 他从生一直到死 从生下来第一天 甚至有人说他的出生都连慈禧掌控 为什么呢到死都是慈禧 慈禧帮他安排得好好的 你知道这个光绪的父母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慈禧的妹妹 这是留下的一张照片 这是慈禧的妹妹 光绪在四岁的时候 他父亲到宫里面开会 慈禧当场当时宣布说 那个从事已经死了 对啊 那要找一个皇帝 就指定光绪 因为我亲妹妹的儿子嘛 就找光绪来当 你知道他父亲回去以后 从椅子上坐坐不稳跌下 一直哭跟他 跟他吓坏了 对啊 这一去就根本大家都知道 连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 同志都变傀儡皇帝啊 何况是你光绪 所以光绪的一生 就从那边就开始 开始 你看那个外国人画像 画慈禧太后再整光绪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是真的 光绪每天从小怕慈禧啊 去问早安去问慈禧 问后的时候 慈禧经常就打 对 看不顺眼就打 还甩过他耳光 所以光绪经常在小时候 经常有尿 那个尿失禁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从小从出生安排 一直到当皇帝 一路当傀儡 那后来你知道 他后来不是跟慈禧一直 一直都很很不对盘 包括他的婚姻也是一样 他婚姻他最不爱的人 是这一个荣誉皇后 荣誉皇后你看他 他有爆牙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有点驼背的 是 麻脸爆牙驼背 对 他爱的是真妃 可是他又不能跟真妃当 不能让真妃当皇后 一定要农宇 那为什么也是慈禧在 包括身 包括当皇帝 包括婚姻 全部慈禧一手包办 后来他不是违新变法吗 白日违新 戊戌变法的时候失败 失败又慈禧就把他关到 淫台 淫台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被关在淫台是有四个胎监在看守 淫台我去看过一次 那个在在一个河旁边 你跑都跑不掉了一个地方 那个大门还用一块很大的石板砌起来 把他石墙砌起来 外面还有石墙 挡住 是在门里面 不是门外面 挡在门里面 所以看不到外面的一个世界 那隐石十万都有四个胎监供应 拿进去 不能出门 不能出门 那你知道后来他的死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证 包括一九零八磁吸药死的前一天 光绪死掉了 所以有人讲说他死的前一天 他死的那一天 光绪死的那一天 磁吸释给他一杯酸奶 酸奶里面有皮酸 后来你看包括光绪死的时候 死后以后 后来不是有腌他的头发 头发里面含有大量的皮酸 他的死其实也是磁吸冬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要特别讲 是包括他死后 他都很凄惨 死后你知道我们去看看那个青草的西林 那个这个丛林是光绪在那边 光绪的丛林规模很小 你知道其他青草的房地规模都很大 我们看木道 木道我们通常走到从木道开头 走到那个地下墓室 大概六十到八十公尺 他的木道只有十三公尺 所以你就知道规模很小 而且没有十相生 没有十相生 也没有神功圣德碑 对 一般都有大碑楼里面放神功圣德碑 他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 他这个棺木你看 这棺木特别掉出来 你看这个地方白白的 这个颜色跟这边的颜色 棺木的颜色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的棺木石的时候 棺木用的是梧桐木 藍木没有用到 紫木没有用到 用的是梧桐木 等于很低级的一种木头 那这个木在一九三八被盗木的时候 一九三八那个张正成盗木的时候 把这边因为梧桐木很软 用斧头一劈就劈出一个洞 劈出一个洞 以后把光绪皇帝的脚 从脚这边 抽出来 用抽的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把他所有这旁边 这个龙玉皇后 才把他身上的宝全部倒光 光绪皇帝的大体就被这样拉出来 趴在地上趴了四十年 四十年是一九七八的时候 当时 当时中共那边去整理清晰 才看到光绪 被盗木了 被盗木 这样趴着 但有一个很奇怪的事 是当时他趴的时候 把他翻过来 他左手是紧握的 左手紧握的 珠宝都不见了 左手紧握 右手一根指头放在嘴这边 放在嘴边 后来一直在考试 为什么 那左手紧握的后来 把他打开是这个东西 翡翠套环 翡翠套环 你看这个套环 他是两个套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打开 除了你把他摔碎掉 要不 你说光绪到死 都把这个翡翠套环握在手上 握在手上 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套环应该就是 他跟真灰的一个定情路 他死都要握在一起 因为是套环不能分开 所以套环 那右手手指放在这个嘴巴旁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说他死之前喝了很多的酸奶 那很多的那个P酸在里面 光绪起死自己知道了 知道有人会毒害他 所以他喝这种酸奶不舒服 他用右手的手指去吹吐 挖 去挖去吹吐 或者身体已经喝进去的不舒服 所以他这个动作一直到他死都维持了 所以四十年来后来才才了解 原来他死的时候光绪起死不知 他是不是不知道他死之将至 他知道但无可奈何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走手握这个握拳握了 从他死 如果从他死开始起算 握这个斐射套饭 如果被从刀墓起算四十年 只能握手握拳握了七十年之久 而且你知道他的墓 他可别是他的墓 其实光绪的墓 他人家说他死无葬身之地 他死的时候是没有墓 他是用站错的方式 在地上先放在像那个椅子上放 放了几年 放了六年 他的墓是那个一直到民国六年 丛林盖好 丛林盖好以后才把他安葬进去 所以他等于说是一个 从生到死到死后 都是一个凄凉悲惨的一个皇帝 社长 这些我们在看到三番的时候 我一直不懂是说 吴三桂有名 你是凭西王 可是跟你凭起凭坐的两个人 他们凭什么 可以独霸一方 而且他们都是东北人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是火器的专家 原来宁朝的红衣大炮 是由他们来管理的 原来他们是便捷投降了 清朝才让整个情势反转 好 社长 过去我们都有一个误解说 清军是靠寄兵称天下 就没有想到 真正的战争里面 他们真的打第一线的是红衣大炮 如果当时没有明军投降 没有明军 也就是没有明朝的人 帮他制作这些大炮 他根本不可能入关平天下 对 宝洁 我们经常讲说清朝满清八旗 满清八旗 八旗寄兵很少天下 很少天下 他们都要回血骑射 没有错 他们骑射真的是很厉害 但他们能够因为骑射 就可以平天下 因为你骑射没有办法攻城 对吧 你在两国交战的时候 经常要碰到攻城 是 攻城你其实没有办法进 没有办法登高 对 没有办法登高 所以你如果攻城 其实有一个至关重要 以前我都被骗了 对 清朝有一种东西 叫神威大将军 神威大将军 有神威大将军帮忙 你攻城列地就不成问题 什么神威大将军 神威大将军就是什么 红衣大炮 就是红衣大炮 清朝在早期跟明朝对打的时候 没有红衣大炮 是到后来到天启七年以后 天启七年以后 他才知道原来红衣大炮 威力这么大 对 崇祯四年 发生了一件事以后 他才拥有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这么好用吗 很好用 你知道清朝在攻城列地的时候 以前在攻城列地 在围城 围城他都唯有不打 我讲一个最有名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 阳洲十日 阳洲十日 对 阳洲十日当时南民政权 明朝已经灭亡了 灭亡的第二年南民 南民是宏光政权 宏光政权往南逃 往南逃 当时石可华 石可华他当时不投降 他就想我守在阳洲 凭我阳洲这种城高强厚 而且里面的粮食水准备 都准备得非常好 他知道势必一战 对 势必一战 所以他当时带了一万大金 在这个包括老百姓不算 一万大金在这个阳洲里面 十守阳洲 他曾经出城 当时多夺 清朝的多夺 还没有攻到这边的时候 石可华还打过长江以北 跟谁 跟左梁毅打了一仗 左梁毅当时叛变 他杀掉左梁毅 左梁毅我们知道 这个也是历史名将 他杀了左梁毅 表示他其实是能战的一个人 其实不能战 加上阳洲这样一个城高强厚 在守的时候 清军无论如何 他毕竟要付出很惨动的代价 你是攻不下的 而且阳洲城最可怕的是 他里面还有几门红衣大炮在里面 他里面也有炮 也有几个炮在里面 所以石可华当时就少 好像结清一十战 结一十战 后来清军多夺带领十万大军 十万大军攻到扬州城 你即使十万大军 其实不是很厉害吗 你攻城给我看 他里面就一万 他不攻 他其实是在 当时是孙治二连的时候 孙治二连清军到这边的时候 十万大军是围城 围了七天 动都不动 动都不动 只有少数零星的攻击试试看 一攻击过去 那个红衣大炮一打出来 我们讲说史书形容 一打出来一颗炮弹落地 就迷烂树里 迷烂树里 你清净没办法 你骑射再抢都没办法 所以后来 多德就下令说 好全部又退 退守在边边 这个炮打不到地方 围城 七天 七天以后开始要攻城 是为什么 红衣大炮到了 他把红衣大炮 新朝也有大批红衣大炮 对 掉过来了 掉过来红衣大炮以后才攻城 攻城多久 你骑兵不是很厉害吗 七天你都不敢攻 攻也没有用 红衣大炮以后 一天沉破 一天破城 史乌瓦当时说 撑不住一天 撑不住一天 因为他整个西北角被炸掉 炸掉以后 史乌瓦跟他的部将往东边 在这边逃 他的部将本来跟史乌瓦说 你化妆成什么样 我带你走 史乌瓦说不行 我身为明朝人 死为明朝鬼 我就以身行国 所以你知道史乌瓦当时就 锁在城内 后来多多叫他投降 史乌瓦他不投降 所以史乌瓦 后来历史之名 史乌瓦后来找不到尸体 尸体呢 被剁成肉酱 他被粉身碎骨 有两种种 一种是粉身碎骨 一种是说他逃掉了 我们相信史乌瓦 当时的刚烈性格不会逃 而且你也逃不了 对 逃不了 所以多多后来把它做掉 做掉以后 它剁成肉酱 对 然后就把开始 我们讲说他血洗扬州 血洗扬州 血洗了多少 十天 十天多少人 以前他不婚男女老幼 不管你里面什么 八十万人的钱杀 扬州十天杀掉八十万人 是中国很血腥的 所以扬州十日家庭 家庭山土是真的 是真的 对 那当时一个成败的关键 其实就是多多等到红衣大炮来了以后 才开始攻城 所以我们讲说满清的那个 所谓奇色定天下 这句话其实有商榷的余地 可是跟我们过去认知不一样 过去认知说 是明朝有红衣大炮 所以抵挡了他的这个攻势 也延续了几多多年 可是当时清军 他有这么大的火炮能力吗 对 清军其实早期没有 清军本来也不认为火炮威力 有这么重 是谁呢 当时一六二六年 天启皇帝 天启六年的时候 如河哈士带兵攻打 我们讲山海关那个锦银 防线的林远 关打林远 那明朝不是有一个锦银大截 林远大截 为什么明朝 当时可以打出大截 以如河哈士这么飘悍 如河哈士的冰 军队到这个林远的时候一攻 明朝当时摆出的正式 就是红衣大炮伺候 那明朝是中国当时拥有红衣大炮 第一个天启六年的时候开始拥有 他向葡萄牙跟英国买 透过葡萄牙人跟英国买进 买进以后他示威力就在1626 如果他是首当其冲 对 如果他是那一战 结果被红衣大炮的炮弹打到 打到以后回去重伤 重伤半年以后他就过世 那是1626 1627黄太极也是人战子将 黄太极自己又带兵攻打林远 一样还是碰到红衣大炮 当时清朝没有 清朝没有 所以你看你骑射多厉害 碰到这个红衣大炮你就败 黄太极也是煞以而归 那是1627 一直到1631 重征四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出现一个人 对 这个叫孔友德 孔友德 对 孔友德当时是在守 山东的一个将领 他的上司叫孙元化 山东巡抚 那山东巡抚当时河别那边有兵变 有清朝要攻 他当时就派孔友德去支援 结果支援路过河北昌州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孔友德部下 有一个士兵 因为走到那边天雨入伐 粮食不够 粮食都淋湿了 没办法吃 结果他有一个部下 跑到那个当时地方有一个门阀 一个土豪 土豪家去偷了一只鸡 偷了一只鸡 结果被这个土豪发现了 把他这个部下抓来又用一箭穿心 把他射死了 射死以后还游街示众 这是给孔友德很大的一个耳光 所以孔友德就火了 对 孔友德火了 就一撞告到孙元化 跟那个关府这边 结果关府这边关关 像我这个土豪 后面有很大的二势力在 孔友德没办法 告也告不懂 一气之下我兵变 他是为力之鸡兵变 对 所以叫吴桥兵变 那个地方以前早期 河北昌州这边叫吴桥 叫吴桥兵变 吴桥兵变的时候 所以他就带领了孔友德 他是山东的首将 山东当时是皇亲 亲亲入亲的一个地方 重要地点 所以孔友德手下有红衣大炮 他就带领了红衣大炮 去投奔黄太极 你说他是火庆营的专家 对 而且他底下有一个 有一个部将叫刘翰 那个刘翰是专门制造 就红衣大炮进口进来 进来以后 他专门研究红衣大炮怎么做 而且他还改良 改良非常好 以前红衣大炮进口进来 是用铁做的 他把它弄成钢柱 他用清朝很特别的 用很特别那个 明朝很特别的施纳法 施纳法去做这种红衣大炮 所以他做得相当好 这个人跟孔友德 一起投奔黄太极 黄太极太大喜过望 你带了红衣大炮过来 又带了会制造兵器的专家的过来 这个刘翰就开始帮他在那边生产 结果你生产到后来 吴三桂县官投降 当时他们其实已经有六十几门大炮 六十几门大炮 所以他们用这种红衣大炮 你讲说定天下 其实红衣大炮把清朝稳定下来 所以我过去在读历史的时候 我一直很困惑说 你平三番 吴三桂我了解说 以引清命路关 当时功成一件 你可以当平西王 可是你尚可惜 耿京东 另外一个孔友德 你们是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可以跟吴三桂 平起平坐 没有想到这三个人 都是火器营的 原来这三个人 都是明朝掌管红衣大炮的 也就在这三个人 同时投奔了清朝 才反转了明朝跟清朝 整个的权力平衡 对 所以你看 康熙平三番之论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其实三番手上 就是有红衣大炮 他们也有大炮 有红衣大炮 他们即使到了云南 即使到了广东 他们都有红衣大炮 对 所以你清朝要跟他打的时候 你必须好好电量电量 这样的一个局势 那你知道红衣大炮的威力 其实我说清朝他定天下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清朝跟俄国 曾经打过亚克萨战争吗 对 亚克萨战争 当时俄国其实吃亏 吃很大还是在那里 就是红衣大炮